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舒适圈新境界面对维根新浪潮 舒适圈也掀起了一场新革命 有人用森林系的SPA氛围 创造出丰盛身心灵的优雅蔬食 有人用台湾有机蔬果和野菜 设计出缤纷极致的百会饗宴 有人用米其林等级的高规格 融合中西文化 做出爱宝岛的环保新时尚 一提到舒适餐厅 你的脑海中会浮现什么样的画面呢 在台中美术馆的商圈 就有一间秘境一样的餐厅 它用木质搭配绿翼的设计 让人在森林系的宁静气氛中 静下心来好好的探索品味新舒适 店里的装潢也可以看到很多绿翼 跟圆木的桌子 那是为了跟我们舒适料理做相互印 整体的装潢跟妈妈的关系蛮大的 他大学是学美术系的 然后目前有在学香道啊 然后插花 茶道啊那些的 就是很适合这种环境的东西 从大学开始接触西式料理的Chris 在母亲的影响下 对于美的事物自然拥有更高的灵敏度 而他也将这份美感 融合在餐厅的气氛和盘式里 在于摆盘上面呢 我们会针对它的色彩 然后口感的层次性 然后还有调味上面 这三个重点去做处理 几乎每次想完 然后在试作的时候都是OK的 虽然是年轻人创业 Chris对于舒适 可是投注了百分之百的心力和热情 他和友人一起参考国外书籍和网络 再加上自己的创意与巧思 来设计出视觉与味觉兼具的新菜色 主要想参考国外的餐点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的餐点以及他们处理食材的方式 在台湾比较少见 所以我们会采用国外的 就是让在地人能够看见 比较不一样的蔬食 在一片绿意的氛围中 搭配缤纷的创意料理 更容易让人打开五感 用心来品味当令蔬食 因为来这间餐厅的客人 其实有一半是在 也是都是吃魂食的 那我们尽量做的口味上面呢 是要魂食者也能够接受 那我们是尽量偏意识西识这一方面 然后我们再去结合一些东方有的食材 然后做出跟其他蔬食餐厅不一样的特色 希望透过分享的概念 来传递蔬食的美好 因此餐厅所端出来的 都是分量十足的料理 而针对婚食者 也特别打造了美味的餐点 那我们在对于调味上面 我们会多采用香草的部分 还有一些天然的香料的部分 因为我们香料的味道比较重 那对于婚食者来说 其实他们不会排斥蔬食或素食 但是你给他们的味道上面来说 可能要再重一点点 比如说我们薄饼上面会用 我们自己调的香料粉 里面有自然粉 然后一些柠檬皮屑 然后奥利杆叶 还有其他的调味这样子 然后另外意大利面的部分 我们会用墨西哥番胶粉 它是比较辣的 然后会再加入一些甜椒粉 然后也会加一些自然粉这样子 有理念的新书时 跨越了婚宿的繁离 也证明了美食没有界限 不论是男女老少 都有可能透过这个餐桌 慢慢导向正确而健康的饮食 坚持用爱让地球长绿 用蔬食使万物形容这样子的理念 店家特别采用半开放式的厨房 将料理过程透明化 而且从早到晚不同时段 都能够尝到顺应四季所端出的当令美味 每星期Chris的母亲都会帮店里换上花卉 给予常客不同的感觉 相对的Chris做料理也是如此 配合当令食材来做出缤纷美味 店里的沙拉更是美得像个小花园 因为这是一间蔬食店 然后又是走西式的风格 所以我们会想说 重点会摆在沙拉的部分 然后我们会用比较不同 不一样颜色的水果 比如说活龙果或是当季的蔬果 葡萄柚 然后或是我们自己处理过的葡萄 两三种水果还有坚果类 然后另外沙拉酱的部分 我们是参考很多书籍 国外原文书去做适合的搭配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有自己做的燕麦 去增添这个沙拉的口感部分 一位厨师对于食材尊重的程度 从端上桌的菜色中 绝对能够品尝得出来 而融合中西文化的巧思 也往往让人印象更深刻 好玩的地方是有时候会 可能一不小心就蹦出一个新的滋味 就是蛮好的味道 很特别就是没有试过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面是薄皮辣椒面 那它里面的薄皮辣椒 它当然就是有一点点微辣 那我们会适合用西式的有一种炖蔬菜 它里面有红黄椒 茄子跟结瓜 然后我们去跟薄皮辣椒 还有我们自己做的红酱做搭配 成为一个意大利面 过去不会和意大利面画上等号的薄皮辣椒 现在有了全新的演艺方式 甚至就连厨房常见的马铃薯 也因为主厨临机一动 而有了崭新的呈现 我们今天推荐的薄饼是千价马铃薯薄饼 就是很多客人会问说上面那一条一条那是什么 我会跟他们说那是马铃薯 我们某一天看到有一个炮司机在那边 那我们就去把它炮 然后炮一炮 烤看看好了 因为马铃薯农成丝它的面积就比较少 那它去烤的时候就很快就会熟了 就很快就会变焦香这样子 所以它吃起来是很脆的这样子 店里特别自制的美味青酱 是将罗勒混合泼菜一起打 口感不但更绵密 色泽也更漂亮 另外为了让早摘的客人也能享受丰盛的一餐 店里还特别推出了西式的营养早点 在早餐的部分这个巴西美碗 我觉得比较少见 然后另外因为它的上面的颜色 跟它的排列组合会比较吸引一些年轻人 它其实算有一个优格碗 然后上面呢再加入一些 我们自己做的燕麦 以及坚果类还有水果类的东西 然后另外比较特别的是 里面还要打入我们巴西美粉 比如说年长一点的客人也非常喜欢 因为要吃起来就很轻松 然后又很健康 原来蔬食早点也能很澎湃 就像餐厅里的另一道组合餐 里头有小沙拉 胡麻豆腐 自炒的糖核桃 烤过的牛番茄和炒蛋 再搭配上新鲜现打的蔬果汁 一早的能量也都被足了 谁说蔬食尝不到精致细腻的美味呢 有很多人爱吃Buffet 但是对于舒适圈的朋友好像稍微少了一点选择 现在呢在台中的大都会区就有五星级饭店这样子的舒适百会 用台湾新鲜履历的食材来做出极致的精致舒适 我过去从事了将近二十八年的汽车零件的开发 跟汽车整车的开发 还有汽车回收 但是呢就是在大陆时间太久了 每天应酬很多 吃太多喷的东西 造成身体负担过重 几年前就无高很严重 后来在想 人生不是为了要赚钱 为了要工作 应该有时候为了这个地球 这个环境 甚至能够改变一下 所以说这个就是想要 投入到有机餐饮这领域的一个念头 常年在外打拼的游子 事业有成本乡之后 吴国勋想做的 竟然是跟本业相差十万八千里的餐饮业 而且是一头就栽进了舒适圈 刚好我本人的土地 有给一个有机农场户 给它做耕种十几年 从一般的农场变成有机农场 过程进入历程 它花了将近五年时间修耕 然后有六米的隔间带 然后在相关的水 一个有机肥的一些处理 那我就想说 如果我能够结合我们台湾地区 比较优质的有机农场户 然后我们直接换射 他们有机农场的产品 让他们有直接比较好的利润 那同时我们也拿到 在地农场最好的一个出菜水果的话 给我们消费者享用 应该是最快的一件事情 既然决定要走对的路 吴国勋拜访了多家 格格认证的有机农场之后 便与十家农场一起 落实产地直送餐桌的 安心饮食理念 另外吴国勋也感念父母恩仲 特别敬重前来用餐的长者 那个老人家本也是因为我的父母亲 就是九十几岁 很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照顾父母亲 对我孝心的人 我就非常的敬佩他们 在八十岁以上 九十岁以下的长辈 给他半价优惠 九十岁以上完全免费 九十岁以上能够来我们餐厅用餐 就是我们的殊荣 很开心的 宣扬孝心也推广健康 吴国勋在改变自我饮食之后 发现有机蔬食 能带给大众的优点 远比想象中还要多更多 尤其是他还拥有充满阳光的正能量 过去很多的健康运动的选手 他们包含山铁的人员 他们都吃蔬食 蔬食部 他能够提供给他这么好的 营养的供应的动能 我们去研究了 研究以后发现 依照二次节气所提供的猪食 所以我们的相关的配方 就能够让我们的运动人员 我们喜欢崇尚健康 爱苗条 爱美丽的这年轻人 老人家 他都可以全部享用 那经过我个人的身体力行 我从将近九十公斤的体重变成七十一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一个 很棒的一个实验成功 而且从原本五高变成现在都正常 天菜Buffet就像是一场 缤纷蔬果的时尚秀 每一区的佳肴都美到让人目不转睛 每一样都想尝上一口 而这一道道极致美学的蔬食料理 又是怎么编出来的呢 蔬食Buffet要怎么做的比荤食更出色 擅长怀食料理的主厨 加上拥有深厚日本料理基础的大厨 汉半桌宴会的师傅 便联手打造出了荤宿者都爱的天菜饗宴 我们餐厅的坚持就是纯手工 要让客人吃到有价值跟师傅的刀工的一个品项 像我们寿司部分的话 都会融合一年四季的水果 呈现的一个水果寿司 水果它有的甜度比较高 寿司饭它有点酸酸的 那你这样子搭起来的时候 加上美乃滋还有里面一些生菜类 它吃起来会特别爽口 跟着季节时令来出菜 每一回都得换上四层左右的菜色 而且全是无蛋 不含酒精的纯净料理 这对于大厨团队们而言 无疑是一大挑战 光是拿冷盘来说 依次就得端出酒到开胃好食 我们冷盘区的概念 就是以日本料理的前菜作为一个基础 然后就是以冷菜 蔬食 叶菜根筋 去做一些腌制 或者是一种原味的做法 我们还有我们自己腌制出来的 紫苏莓 蓮藕 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是蛮开胃的一个前菜 餐厅每日的蔬果进货量 高达150多种 无论各类食材是透过什么样的手法来料理 最终就是要让大家尝得到 食材的原味与鲜美 十分推崇台湾苦瓜的吴国勋 也请师傅们研究出了这道功夫菜 麦芽苦瓜 我个人很喜欢喝苦瓜汤 那我们就去找绿色的苦瓜 一种是白色的苦瓜 那这个都是纯有机 那为什么要加入麦芽苦瓜呢 因为其实这个苦瓜 要把它的苦味去掉 那麦芽苦瓜也是我们公司 十大的招牌菜之一 很受欢迎 说到展现职人精神 还有菊花枸杞豆腐汤 也是经典的代表作 一块豆腐要切上好几十刀 才能做出绽放的菊花 而金黄的汤头 更是用根筋类的头围 等习服食材 花上了七个小时 所卖熬出来的 另外滋不养生的大补汤 也是精心炖煮而成 火锅区的部分 我们就用相关的猴头菇 以及花莲玉里的当归 单身来做的这样的大补汤 吃蔬食跟素食的人 因为常常吃蔬食 它的热能会比较不够 所以说他要定个位的时候 他必须喝点比较滋补的热汤 也刚好跟他们所食用的 这些食材里面做个平衡 不要说整个都是冷的 所有的美味天菜 都源自于本土的好食材 透过饮食来守护大地 更是让吃这件事变得更加有益液 台湾的蔬食总是有无限的可能 最近台北出现了一家 以传递fine dining体验的 时尚蔬食餐厅 透过当代主厨的前卫厨艺 重新诠释特色而来的在地食材 用新颖的国际观点 带动蔬食新趋势 我们开到Berley的建议是 支持亚洲与栋空间 和知不知道哪一家的食物 全是愉快精盈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 没有浪费所有东西 全都会被重新用 在不同方式和不同方式 其实我觉得我们餐厅Berley 我们是fine dining food 可是我们的environment不是fine dining 我们的外面是比较casual dining的环境 可是我们的食物每次都会就是百分之一百 高级standard 三个michilling的standard That's what we try for Aim for the best and strive for excellence fine dining指的是精致餐厅 而这家舒适餐厅 则是以打造美食新文化为目标 特别请来双主厨和一位甜点主厨 企图用台湾蔬果为主角 把当令食材化成立体门美食艺术 Timothy是比较国际的思想 Vincent是比较理解 地区的客户、地区的食材 人们在这里工作 我们的餐厅不喜欢餐厅 我恨的餐厅 如果我能够像Adam做这种 就像是在餐厅 尤其是当餐厅来到你 你看它然后你会说 那我们这就对了 我们再没有谈谈 Chef Tim来自美国 曾经在纽约米其林 一星餐厅担任主厨 Chef Vincent 生长在台湾 拥有丰富的法式料理资历 虽然两人的文化背景不同 但都拥有相同的理念 那就是支持在地农产 做出极致的全食物蔬食料理 第一 台湾的蔬菜真的很强 放眼全世界我们应该前十年没有问题 这是台湾的软吃力 第二 我们可以去了解说 每一个农夫他对食材的掌握度 跟他每一个节气去种植的东西 然后我们拿他来去在餐厅里面做发挥 你客人吃到也是最新鲜 从婚时转做蔬食的两位主厨 在拜访各地小农之后 更加爱上了精致蔬食这样的挑战 但如何跳脱传统包袱 以现代的烹饪手法 来重新诠释常见的食材 赋予他们崭新的视觉 口感和风味 这就真的是考验主厨的功力了 其实刚开始在设定的时候 没有这么的顺利 对 因为蔬菜的甜度太高了 尤其是台湾的蔬菜 我们农山品真的太强 跳脱对蔬菜的一个概念 去用肉或者是对海鲜的调味 去调味在蔬菜上面 反倒蔬菜的香气跟甜度 给我们自然的回馈会有点不太一样 香气 甜度 口感都会比肉类都还来得好 Chef Robinson从小跟着棕葡萨阿嬷 学习了台湾传统味的基本功 现在他希望融合更多在地元素 来呈现出另一种时尚新舒食 而Chef Tim更是期待透过餐桌 打开台湾饮食的国际视野 我每天来这边最开心就是看到我们下面的人 把我学到的东西教给他们 他们开开心做我才开心真的 我是真的想把我在美国学的东西 带来台湾教他们 然后就是我们一起跑场子 一起Rise 一起生长 由三位新锐主厨联手料理的舒适厨房 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善待在地食材呢 他们又是如何透过精致料理来和顾客对话 餐厅里的每一道佳肴 全都涵盖着让人感动的深层意义 如果把舒适餐桌 当成是一场在地食材的华丽展演 那会是多么值得思考与玩味 就拿在平凡不过的小番茄来说 它竟然也能变成话题十足的新亮点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最喜欢台湾的料理就是 这是番茄 我们这边有一道菜也是番茄 tameo tata 里面有六种不同的小番茄 我们是从新竹的小农场 很甜 口感很好 比美国好 overall my favorite 比较小跟比较大 它们甜的不同 可是它们肉比较嫩比较硬 这样子我们就想把它们六种包成一个 让你们可以感觉到我们那天在新竹看到什么东西 就是从泥土到番茄到它的小叶子 六种番茄就这样巧妙的和为一 成了番茄共和国 而一项是称职配角的红萝卜 主厨也决定让它一样变身成主角 用宜兰九层糕的概念 好好发挥它的特性 来做出谦卑的萝卜 Tim就去想到说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很像台湾的九层糕 它去榨汁做成了红萝卜的洞 跟优格的洞 然后一层一层一层的 呈现出来很漂亮 那它有很多渣渣 那渣渣我们再加香料 再加水 一些牛层汁继续煮 把萝卜味道再重新再提炼出来一次 那这些渣渣打成泥 再跟奶油混在一起 我们再去做一个红萝卜奶油 红萝卜的头 我们下去做那个烘干 然后跟洋葱 洋葱的外皮也去做烘干 香菇的地头也做烘干 把它打成一个粉末 加了一些芝麻 然后去做成土壤 然后配的沙拉也是红萝卜的沙拉 那不要去浪费任何一个部分 也是对食材的一个尊重 当东方遇上西方 Chef Tim和Chef Vincent 两位主厨的灵感不断 蹦出的火花更是耀眼 像坚果压干这道菜 我觉得它的 它是Tim在美国小时候的一个习惯去吃的 妈妈会帮他们准备带去学校 然后是面包配上那个葡萄酱跟花生酱 我是后里人 台中后里人 然后我家里小时候就是种葡萄的 后来家里小时候 葡萄酱 那我们可以去用葡萄 稍微腌制过后 一点点糖 一点点的白酒醋 腌制过后去配这道菜 然后压干的调味 我们用了白味枕跟一些些的松露 然后跟腰果 像这个的味道组合是我没有去想过的 我从菲萄酱厨学到就是很多台湾的像煮法 像比较传统的cooking style 台湾的味道 招牌应该是我们的牛帮汤 对 那是比较传统 比较原住民 比较traditional style 那是Chef Vinson 就是his style 我喜欢这道汤 因为很好喝真的 很干净 然后我每天都可以喝 其实我们每天都喝很多 对啊 双主厨为餐厅注入了不一样的DNA 而甜甜主厨Chef Adam 更是以他精湛的好手艺 把当令甜点做得像胡话 掳获众人的味蕾 洛神花红辛巴勒这道甜点呢 就是我们用了新鲜的红辛巴勒 然后把它做成像一个打成泥 然后再做成一个像果酱一样的东西 然后里面又拌了新鲜的红辛巴勒丁 在里面 把洛神花打成果汁 然后做成了一个果冻 然后旁边还有搭配了我们用洛神花干燥 做成的洛神花粉 还有做成的蜜饯 对 然后刚刚巴勒里面还有放了一个洛神花的木丝 在里面 对 然后枫叶的话是我们用那个 它有点像饼干 然后我们有加了一些橙皮在里面 整个盘子呈现就是一个比较冬季的色彩 饱和度比较低的颜色这样子 竹虫们换个角度来善待食材 大家则是换个视野来品味蔬食 这是一场叫人打开五感的食欲餐桌 也是叫人重新爱上台湾的食欲饗宴 蔬食的力量无远佛界 正因为蔬食的人口越来越多 实力越来越大 美味维根才能够不断展现新高度 让婚宿者都有口福 而地球人更幸福 蔬果生活质告诉您蔬食大小事 细心的收看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